在河安中 在河安全这个大范围内,除了要防止核能产业运行事故的发生外,加强核材料与核设施的安全保障更是成为当今世界热议的课题。 在中国南部的大亚湾核电站内,堆放核燃料的产房戒备森严,只有极少数通过特殊授权的人才能进入。 核电站的负责人说,这里的新燃料和燃烧后的乏燃料的所有情况,每时每刻都被记录下来,随时都可以查到。 当职人员的所有操作也被完整地记录下来,这样,核电站就有一个完整的档案和历史。 目前,全球有30多个国家拥有核电站,总数超过400座,发电量占到全球总电量的16%。 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俄罗斯和英国是拥有核电站最多的5个国家。 美国有100多座,日本在亚洲排名第一,有50多座。 核能发电不会污染大气,所使用的诱燃料能量比烧煤高几百万倍。 一座能生产100亿瓦的核能电厂,一年只需要30公吨的诱燃料,一架飞机就能运完。 美国在停建核电30年后,今年在内陆沿河流域开始兴建两座新兴核电站。 而俄罗斯目前仍在计划,2030年以前,要在34座核电站的基础上,再加42个原子反应堆。 中国清华大学目前正在研发第四代无燃烧废料产生的核电机组,今年年底就可以适用于生产。 清华大学研究的这个具有第四代明显特征的核电机组,它自身已经完全能够做到非常安全可靠的运行。 人们都知道核能是一把双刃剑,可以造福人类,但也能够毁灭地球。 在国际社会大兴核电的同时,人们的日常节能行为更加重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电机组